深圳有一个炒房客快扛不住了急需求助网友 他的房子已经跌到比房贷欠款还低80万 目前十分纠结要不要断供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阴隐私问题 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小区名字 但大概就在龙华民治的8号仓附近 三天前他查了一下小区的成交价格 同户型的成交价已经降到了460万到480万之间 相当于这套房子卖出去还完贷款 还要导欠银行80万 这还没算那些法金、律师费和质纳金之类的 他的收入还可以 目前在深圳经营一家小公司 每个月纯利润多的时候有4万多 接近5万 少的时候也有4万上下 但他的债务也多 他的房子2022年在某商银行搞了抵押经营贷 一共搞出来540万 时间是三年明年2025年就要到期了 这两年每个月的利息高达2万3千元 除了金银贷 他还欠其他银行和小贷40多万 私人亲戚朋友也欠40多万 他的房子出租出去了 一个月能租6千 每个月的收入减去每个月要还款的钱 以及公司的场地租金等 一般都只剩下几千块 剩不下什么钱 本来如果这个经营贷能撑到他的房价暴涨的话 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问题是他前几天查了小区价格 心都凉了半截不紧不涨 而且还下跌了已经资不抵债了 他突然感觉很无力 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死局 如果继续还款的话 每次还完手上又没什么现金 公司的利润也很难再提升了 而且明年一次性还经营贷根本还不上 不继续还的话 三到六个月就得被拍卖 然后房子没了 还欠一屁股债 目前留给他喘息的时间 还有一年时间 明年经营贷就要到期了 续贷的话比较难 评估价上不具得补钱 他急需自救 他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的问题来了 第一 如果他选择断供 房子被查封会贴上封条 那么房子是不是就不能对外出租了 第二个问题是 据说深圳二手房挂牌超六万套 法牌房据说四万套 如果走到查封那一步 离房子上下法牌周期是多少 是一年半还是两年 在这个时间 如果这个债务被银行转让 那么债权就属于另一家公司 那么他后续有没有可能找到那家公司 以低于债务价格买回债权 第三是他打算断供的话 因为离法牌那一步还有一段时间 假如是两年 他直接每个月不还钱了 每个月2.3万都省下来 存起来这样 两年时间就能存到35万到40万 全部取出现金来 等真到了法牌那一步 保全费 律师费 罚息等估计会达到70万到80万 到时候直接摆烂 反正手上有几十万现金 可以轻松应对 但不知道是否会有法律风险 他的问题很多 但看得出来他也是挺坦诚和着急的 如果有经验的网友 可以帮帮他给他点参考 不停有资料 不停有工程 但我只能帮他